哇 大人哥 这个行情真的如你预告的一样 台积电带头冲啊 这个台北股市又唱新高了 而且亮灯涨停的像是这个双红星云金像电 台钥昆银立台 都是大人哥分享的股票 成交量暴增到快要5000亿 接下来这个行情怎么掌握呢 大人哥 好 那垃圾之后谁来接棒 锁定今天节目 金线深多空 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2月15号星期四的忍者无敌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我们操盘七世的创始人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 你好 德宇好 大家好 非常重要的消息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大人哥独家帮大家制作的 2023到2024这个上市柜公司法人获利预估表 已经完成咯 赶快加入大人哥的Lite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来索取咯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 而且加入之后你一定要密切锁定大人哥的Lite 我们随时都会更新 同时提醒大家任命正版咯 好 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哇 真的如同大人哥所预告的一样 台积电带头冲台北股市又创新高了 超过50档涨停的个股当中 你会发现有好多熟面孔 都是大人哥分享过的股票 不过今天台积电真的很强 一度差一档就要涨停 有人说又是个垃圾盘 但你记得大人哥说过的吗 垃圾盘是必要之二 重点是垃圾完了之后 谁来接棒 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今天是金龙年的新春的开春第一天 毫无意外的今天就是一个开高红盘的大好的行情 我刚听到德宇在讲任命正版的时候 我有点苦笑 因为真的你看大人哥投资周报 昨天就放在我们的LINE上面分享给大家 然后今天的话这里面12档的股票 6档涨停板 我告诉你 法人圈传骗了我的报告 诈骗圈也传骗了我的报告 还给我喊出来说一记要25万来卖这份报告 我的傻眼 所以拜托你 任命正深 任命正版 请你一定要把我们的LINE先把它加起来 那如果你有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非我这边来兜售你这种什么 当然可以说一记25万的话 那绝对就是诈骗请勿上当 在我的LINE直接让你免费下载 但是也给我们团队一些鼓励跟一个支持 就是我说过了 每次来下载都超过三四千人 三四千次的下载的次数 但是我实际看到的一些回馈的数量 回馈的一些感谢留言 然后按赞次数的话真的是比较偏少一些 然后如果这样的情境之下的话 为了杜绝诈骗 然后为了给我们的团队一些鼓励跟支持 我或许之后会把这个周报的部分 去把它一个暂停分享之类的 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请你就是做好支持 然后做好留言支持按赞的这样一个动作 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你看这周报里面 哎满满的字哎 然后呢你看我先给你看这个 嗯 选股方向里面的话我稍微遮掉 哎6档股票就好 好 然后呢这里面12档股票遮6档 另外6档给你看就是今天涨停6档 星云有没有涨停 有 双红 台药 金像电 立台 坤银 通通亮灯 一半的涨停版的股票啊 3583的星云 这个我很久很久就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那时候我们团队赚一倍 出厂之后 然后后来去做一个震荡 最近我拿来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的话你看哦 你开盘还可以买的到 今天开盘的话 还开在开一个小小的高 尾盘才拉上去涨停版的 然后什么6274的台药啦 然后呢2365的坤银啦 然后呢2465的立台啦 这些其实就是 就是这样子啊 一点名 诈骗也来看 法人也在看 然后来跟我们拿的 我不知道传遍到哪里去了 这都是跟大家做分享的内容 所以这是今天先跟大家做一个 重要的提醒 就是我刚刚说苦笑的部分 包含像是德宇刚刚讲到的 我们的2023的2024的法人获利益股票 或者比方说像是投资周报的相关的内容 都是你可以在我们的LINE 这边直接拿得到的 好回来到大盘 今天的台股大盘 新春红盘的台股大盘 中场上涨了548点 如你看到的 如我们之前在跟大家做提醒的 就是你一定要在农历年前 谢谢先买好啦 但是你也要保留一些资金部位啦 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因是因为我知道的状况是 这些法人们都已经开始在买进了啊 因为他们的钱不是他们的钱 他们的钱是你的钱啊 他们的钱就是比方说好了 你买基金 基金买股票 那基金投信经理人们 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农历年 他们只在乎他们的绩效 只在乎他的主管定他的绩效 所以他大胆的敢用你的钱 买在农历年前 那我们呢 我们投资朋友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你要有核心的持股 然后呢你也要有风险的意识 所以我才会在农历年前 不断的跟大家做苦口婆心说 你要先建立好你的核心持股 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是 我不知道农历年之间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波动 所以请你也要留一些资金 留待农历年后 万一如果有什么样的下跌 然后呢非经济因素的下跌的话 我还有加码弹性 所以这是我们在农历年前 跟大家定调的很重要的方向 那当然这农历年之间的话 其实发现说 美股也在创高 AI也在创高 然后呢 那个最后 最后休假那两天的时候 原本还有一度因为 那个什么 美国的CPI CPI年增3.1% 然后结果美股是下跌的 那个倒穷还跌500多点 那时候结果没想到隔天的 那个Fed的官员还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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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看 我们是看长期的趋势哦 那个1月份那个不算哦 而且我们是很重要的是看PCE 我们不是看CPI 所以通膨正在进行一个可控的方向 结果如你看到的 美股昨天又反弹了 所以其实今天的台股 我讲今天的台股 其实比我开高的那个数字 或者是比今天原本预期收盘的数字 更来的更高一些 因为我认为可能在前高附近 18619那附近去做一个震荡 叫做是难免的 甚或是2330的台积电 叫做是700块整数关卡 这边去做一个震荡 因为688T的学长解套了嘛 对 可是你总要尊重一下 那个700块整数关卡嘛 你想台积电怎么可能会这样 从688到700直接喷上去上千块 如果台积电上1000的话 你知道台股那是多少吗 台股会是2万点 哇 这个是那位什么 那个谢金和谢社长讲 但是其实对 没有什么好说嘴的啦 因为你看台积电涨1块钱 就是贡献点数是不是8点 对不对 然后现在的台积电的话是700块嘛 对那如果他能够再涨个300块的话 3824 2400点 台股就2万了啊 这么简单的算数其实很简单 但是但是但是重点来了 问题来了 我每次都听到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你拉台积电 就会有人在那边出货啦 初中小啦 然后呢结果那个什么 那个垃圾盘啦 然后呢你要小心那些 那个中小型哥哥就会出货了啦 好啊 可是你看 今天台股是不是大涨了548点 8点 对成交量的话是4927亿 创下了近期的算是最大量能了 然后呢 OTC的话 虽然涨幅当然不如台积电 我顺便给你看一下 2330的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上涨了51块嘛 对不对51块的话其实就是贡献400点 所以其实今天的大盘 本来就会比会买中小型直数强 可是会买中小型直数 你认为他们有在出货吗 你认为有在出货吗 没有啊 你认为有在出货吗 都涨停耶 你认为有在出货吗 买不到 你认为有在出货吗 所以不要相信那些 就是新闻为了骗点月 为了给你一些那种什么什么 很恐怖很恐慌的气氛 然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可以做的几件事情的话 还是跟你说清楚讲明白 第一件事情 Lite加起来 我先给你看一下 投资周报的内容 这里 当然个投资周报 里面有美股行情 然后里面有台股的行情 里面还有操作的策略 然后里面的话还有选股的一些方向 跟可供提醒的一些 我认为你值得留意的股票 但是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边有一个黑黑的字 就是我自己给我团队的一个说法 就是近期的关注焦点 和选股的方向是仅供参考 那如果有买卖操作的话 我们会给我们的团队 更详细的说明的原因 和价位 因为基于法规 基于会员权益 我不能在节目上面跟你讲 该买该卖 目标价到哪里 然后什么价位可以买卖 但是对我们的会员的话 我们的会员很轻松很简单 就是会员只要依照 讯息操作通知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涨停满的股票 那我们会员通常都是买好在前 先卡会先卡好 然后放出来再给 就是把人来参考 来copy来照抄之后 还有那个就是诈骗机关 真的是防福胜防 三条线 好所以你可以先把我们的line 先把它加起来 那行前的部分 我先稍微讲到这边 然后下半段的节目的话 我会告诉你 当垃圾盘之后 哪一些个股 哪一些重点 你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个把握 那么先给大家看几个重点 加入来lite 然后收取到一个投资周报 然后步骤一二三 你可以自己过去做一个参考 然后加入我们lite的时候的话 还有这个 我会送你神秘好力 三大好康 三大好康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 即时的分享资讯 比方说7.50分 你一定看得到 最近一定要看的 投信的任养 投本笔的个股 那每天盘中 今天比较忙一点 今天没有发盘中 可是盘后的影片 一些提醒 也都在我们的lite 来分享给大家 另外如果你有需要 跟我们视讯一对一的互动对话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lite 来跟我们相关的洽询 如果你不想努力了 不想要看这么多的字的研究报告的话 想要加入我们团队的话 也可以透过lite 来跟我们做相关洽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后面的选股跟操作更重要 你一定要回来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1888 谢谢大家 欢迎继续回到 陈坤仁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那么要提醒大家 不管你是想要索取我们的大人哥投资周报 还是想要拥有我们的这个2023到2024呢 上市贵公司法人获利预估表 一定 一定 一定哦 要加入大人哥的LINE 小老鼠 DAR1888 小老鼠 DAR1888 因为现在外面真的诈骗 恨行 而且很多人 拿着大人哥的资料在做坏事 我跟你说 诈骗集团真的 所以啊 我们要认名正版 拿资料 是重要的 资料的正确性 也很重要 所以呢 一定把大人哥的LINE 加起来 小老鼠 DAR1888 当然您正在收看的这个 陈坤仁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我们也邀请您把它订阅起来 同时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好朋友 好 今天台北股市呢 可以说是 价量齐阳 那么在这个台股休市期间呢 美国股市也超级热闹 尤其这个跟AI相关的个股 更是平创新高 那要来请教大人哥了 拉回到台北股市 这个来看的话 可不可以成功的复制 成功的copy呢 好 接下来的重点的话 我跟刚刚刚上半段有讲到的是 选股跟操作 你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那其实我常跟大家分享到一些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你要用对的商品 然后去做到对的策略 比方说像 我觉得台积电 当然最近台积电很强 最近台积电几乎快涨了两成左右 它从588开完法术会之后 就一路碰到了今天的 700块的成熟关卡的地方 那但是呢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台积电真的比较难有 一直一直往上涨上去的动能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控盘工具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 那个700块的整数的关卡 那其实我昨天也去上 那个非凡前线百分百的节目 其实我也讲了一样的观念 就是来来 这个是昨天我还要加班 昨天大家还在休假的时候 其实非凡就已经邀我去 那个他们的节目 那我其实就有讲到一样的观念了 有没有发现来这边 你看台积电AD上涨了10% 那新春红盘挑战688到700的关卡 是不是就是我放在周报里面 要给大家的这些重要的事项 然后呢 是不是也看到你今天看到的状况 就是怎么样那个700块 就是看起来就不给过 如果从台积电ADRTSM 如果从台积电ADR 129块美元的换算来说的话 其实台股的台积电已经是800块了 你去换算一下 它的整个就是一股换五股 就是一股换五股 然后再换算汇率 回来的台积电的话 应该要是800块 可是你怎么样都看不到800块的台积电 你怎么样就是看到一个 跳空上去就有压力的台积电 但是你也看到 因为台积电上涨而上涨的台股 那所以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我就跟大家说过 你可以用看着台积电 然后呢 做着它的收惠股 或者是说你如果更积极一点的投资人的话 你可以做台积电的期货 当然我之前教给大家的是 你可以运用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每一次都会有填息 那个送红包给你的那样子的好 就是每次都有填息行情 你可以把它赚起来 那你如果做台积电期货的话 其实你今天也赚得到钱 甚或是说如果你看我们的台子期货的话 今天也涨了582点 我不用算580点 我只要算500点就好了 你一口的大台 你就是赚10万块 但是我今天就没有额外 帮大家录那个聚宝期的节目 因为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我没有必要去跟你拼那个什么 农历年后赌多空 那如果你是留多单的人 当然你今天 你今天因为一个跳空500点 你就可以赚10万 可是你如果做错方向的人的话 你今天一个空单 你很有可能是直接赔掉10万块 所以你要也远离返指标 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些操作的重点 就是说看看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然后有台股盘有解盘 然后聚宝期货盘有解盘 然后甚至是财经软实力 有教你做期货当充的 然后甚至有跟你讲说有远离返指标的 这些相关内容的话都在我们这边 这里面你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最近的散户 又开始放空了 最近的散户 怎么样都不相信台股会涨 所以台股在农历年前 那个指数被压抑 或者台股行情被压抑的时候 我怎么告诉你的 我怎么告诉你说 你就先买好 因为你不要等到 那个盘就是年后的时候 开高之后才来去做一个追高 去做一个买进这样的动作 因为上半段就讲了 前一阵就跟大家讲过了 那个投信的钱不是投信的钱 你的钱的话 你就好好去做一个相关的配置 你可以放在 ETF基金上面也好 然后股票上面也好 然后或者是说你就看大 然后做小 然后去买台积电的受惠股票都好 当然今天台积电我再次重申 他真的很强 但是你看 我们之前分享给大家的股票 或者是最近分享给大家的股票 我们来开始点名 来 红硕 讲题 对 那当然 那是因为受惠到台积电的COAS 因为台积电他讲了 就是因为他现在目前的最新的相关的GPU 他都是用COAS来做先进封装的 那因为他这个封装的话又更快 然后就是他的封装的速度又更好 那他的晶片又可以把它缩到更小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红硕跟星云今天都涨停板 那星云的话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周报 又拿来给大家做分享的个股的部分 那这礼拜的周报的个股的话 今天我还加码了一档是3680的加登 今天涨了8%没有涨停 但是也涨了8% 那他为什么能够涨8%的原因 也是因为受惠到台积电 而他有就是他有那个光照盒 先进的光照盒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拿到的一个消息是 他有切入到美国的某一家 也是半导体公司的大的订单 那之后的话有机会来去做一个出货 这个我们后续再帮大家做追踪 不过我已经写在这里面了 我自己去参考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一次的话还帮大家点名到一些相关的AI的个股 那为什么要特别点名到AI的个股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就在我们的休假期间 你看到那个AI也是一片火热 是谁 这个 我先讲一下 OpenAI的执行长叫奥特曼 那奥特曼他新闻报导他的推特也有讲 他说他们要去寻求全球的AI跟半导体的产业的重塑 然后呢 新闻给他一个就是给那个数字出来说是7兆美元 嗯 说要重塑半导体产业去跟软银的孙正义啦 然后呢去跟那个台积电啦 然后去都去开过会了啦 然后结果没想到啊软银 孙正义 他是谁大的股东 就他啊 ARM啊 结果ARM就突然给他喷出去了 安某 当然 安某他也刚好在我们的休假期间 去公告他的出来的获利跟 获利跟 就是他的 获利跟他的猜测 因为最近在美股的 的 财报季 所以安某也给出来一个相当亮眼的猜测 再加上这个7兆美元的这些计划 结果让ARM也大 喷出去快100% 因为他最后还回档下来 不过他中间最大最大涨幅的话 到100多% 然后呢SMCI也是一样 你看到这种SMCI根本就 不是一般的股票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自己台股的 像是微创 上个礼拜吧 上上礼拜 的周报分享给大家的 也创高啊 然后呢 技嘉今天涨停板啊 嗯 然后呢2382的广达的话 今天涨了半根 涨了5%左右 4%多 也都是 也顺便跟你讲 再次复习一下 这个 整个代单 对 我们的操盘期视 对对对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个大量对不对 对 然后呢就开始有个展开 顺水推舟 跟三生三世的行情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你要有资金有效益 因为你如果在这边里面的区间 要去玩微创 要去高出低进微创的话 或许你赚得到钱啦 可是那个钱都是辛苦钱 可是你为什么不等它 喷出去之后 再顺势去做一个操作 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等 那个方向出来的时候 趋势出来的时候 再去做一个操作 那这个是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地方 然后你会像是那个 对 所以如果你万一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做做操作的话 他还是跟你讲一下 就是你可以把我们的 YouTube影片 去把它看起来 那里面的话真的有蛮多蛮多的 你可以去做参考的 你可以去把它学会的 如果你可以学会 你就尽量把它学会 把它学回去 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 帮助大家的地方 我觉得还蛮乐意的 那万一如果你真的不行 没有办法不想努力了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股魔力的APP 把这些很棒的工具 很棒的策略 就是很棒的策略 把它转成很棒的工具之后 然后就把它 把你想要的操作的股票 通通把它放进去到 你的即时多的多讯里面去 我再次重申 你这不要相信 不要再不相信 现在目前的行情了 因为现在的行情真的是 但是我看到的状况是数据也好 产业也回复成长 那我看不到什么样的 敢要去看空的理由 所以如果你还是散户心态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真的会错过当前这么样热 这么样的好堂琴 我又随随念了 来回来到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古魔力 创意704不会再回来 4星KY 838 不会再回来 我在农历年前的时候还给大家看 这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你是用三足公版 券商公版的APP的话 是不可能给你任何的买卖价位的 再次重申 因为这必须要是法规许可的投股 才可以给你这样子精准的买卖价位的 这是古魔力APP的精准买卖点 然后这是券商版的三足公版的APP 你只能看到K线 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任何的买卖点 这就是我说到的 农历年前2月1号的时候给你看的四星 那时候是刚突破新高的四星 然后到今天的四星的话 今天已经是4390块的四星了 所以你看这边有没有 3275 有没有看到 3725 然后这是2月1号的这根红棒 到今天2月15号的话 已经到这边了 4390了 所以一张四星的话 你已经从370万变成430万 你已经又多赚了7-8万块了 当然这比较贵 那便宜的也有 昆银也是分享给大家的 对 就是周报里面的 技术面强势的第三档 昆银的部分 它也是在出现买讯买在14.6 然后到今天 今天的涨停的价位的话 也给大家看一下 是20块的昆银 有没有 21.8 这个便宜的也有 然后再往下看下去 立台 当时的买讯是在63.6 当然你会跟我说 这边有 68点多 跟67点多的时候 也都有买讯 对 没错 你如果真的买在这边的话 那恐怕稍微等了久一点点 但是你不管怎么样 你买在68块 都几乎是接近一个底部区 然后到今天的话 已经是接近100块的立台了 来 就在这边 所以就是让你看到了63.6 到100块的立台 然后再给你看一下 中砂 中砂我们讲很多事 对 也是台积电 先进制程 先进的 先进的钻石碟 3奈米已经是大量出货了 而且今年的台积电要出2奈米 它的2奈米如果 不要说如果 我们看到的状况是 已经切进去了 那到时候如果正式开始 做一个大量出货的话 它就绝对不会是240块的中砂 可能是你到时候想要追 也追不回来的中砂 所以这些个股的话 都跟大家做过分享 那我也说过了 如果你要把APP 把它加入到几十多空的时候 如果任何的叮咚的讯号 也可以透过你的智慧手表 那个是GAMI GAMI可以 然后呢 Apple Watch也可以 什么小米 那个华米 通通都可以 我们都试过 真的就是这样子 把你的手机拎的走 然后把你的股票放到 吉斯多里面去 吉斯多空里面去 然后就跟着讯号做操作 就是这样轻松简单 那 这跟大家做一个额外的补充 然后 刚刚得于问到的一个重点 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 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也就是今天的时间是2月15号 那我刚前面也说到了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3月的中下旬 就会开始进入到投信的季底的作战行情 那到时候的投信的话 或者是说从现在开始的投信的话 他们的操作会更加的积极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积极的原因 当然我刚刚前面也说到的 他的钱不是他的钱 他的钱是你的钱 他的钱是全部投资人的钱 这是起一 那起二的部分的话 我告诉你 他们最近要出报告 也很简单 超个大人哥投资者报告 就有报告可以出了 轻松简单 或者超个你看这个 上市贵获利益股表 就有报告可以出了 我告诉你 台积电 今天已经是看 我就要抓700块就好了 那700块 今年估37.25的台积电的话 是不到20倍的 然后联发科的话也是一样 今天他有上涨 那我直接抓937块 就是农历封关的最后一天是937 今天我看一下 今天的话是972 好那972的话你看 972除以把人获利评估 就是平平都是 就是共识的是56块的EPS的话 现在叫做17倍的联发科 他很委屈 这么委屈的联发科 然后呢这么便宜的台积电 这么多这么多的好的股票 随便出报告啊 随便就可以买了啊 随便就有作战行情了啊 怎么样都有做 就是你看到现在目前的投资 为什么这样积极的原因啊 所以结论就是 如果你错过前一波 我们跟大家提醒过的农历年前的行情 那当然你这边短线上面 会有一点点追高 可是这边的追高 它不会是高点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你要看2万点的台股 拉个台积电到1000块就有了 然后呢 就算台积电现在目前的话 也只有不到20倍本益比 或者一堆的股票 就是不到20倍本益比 尾创的20倍本益比在160块 那现在130块而已 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 叫做是回归基本面的过程的话 你就可以好好的期待 现在目前有很多的个股 都是平价便宜 平价偏低 然后呢展开一波 接下来的一个补涨的行情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定调的方向 然后也是我们现在目前 给我们团队的一些指引的方向 就是回归基本面的行情 然后呢 既体作战的行情 还有就是景气跟产业复苏的行情 是你现在目前 该好好把握的行情 那我 我觉得今天的行情 或者今天的台股的部分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到这边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算数研吧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 常很多人觉得说 你很努力了 然后你看了很多的报告了 你看了很多的新闻了 可是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好的股票 或者为什么就是 他怎么看到别人的股票都在涨 所以我用这句话来当做 今天的节目的结尾 就是选择 往往比努力还要重要 所以说如果你不想努力了 那如果你想要选择更好的团队 更好的计较的话 那欢迎用Light 或者用080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那当然我也说过了 因为昨天已经是 我们那个就是 多加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从现在开始 公司还要求我们的全体的分析师 都要涨价 那在可以的范围之内的话 我还是会帮大家去做 相关的优惠的争取 那如果有需要协助的话 我就来好好跟我们洽询 好好把握现在目前 青春红包加上季底作战行情 以上分享给大家 邀请你掌握青春红包加上季底作战行情 080-066-8085-080-066-8085 这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您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 当然也欢迎你把大人哥的light加起来 我们的ID 小老鼠DAREM888 小老鼠DAREM888 索取大人哥投资周报 拥有我们的获利预估表 当然更重要的是 邀请你做出对的选择 跟着大人哥一起站起来哦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帐号 ID是小老鼠DAREM888 谢谢大家 并自负投资风险